- 新闻 哇哇哇! 挖掘新聞人物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宏怡 我是余美人 歡迎收看今天新聞 歡迎今天各位特別來賓來到我們的現場 今天需要跳跳 加油 腳柏腿 第一位是我們的迪志偉先生 第一位是兩性作家 廖和英老師 還有一次命理老師 周映君 周老師 以及另外一位兩性作家 許昌德老師 And律師 賴芳雲 賴律師 OK 分開的理由 這個好玩喔 我記得有一次 有一次在一個朋友的飯局 我跟許昌德在聊天 就他當天幫我PO臉書這樣 那但是我就說 就不要講是我這樣子 結果還是有人猜出來說 你應該記得我們在修學家吃飯 我說說男生跟女生要分開的時候 被分開那個都會講說 我哪裡不好 你告訴我我可以改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想分開那個人的心情就是 那我哪裡好 你也告訴我 我也可以改 OK 為什麼我分不掉你這樣子 那麼所以呢 分開的理由可以有很多 那麼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段長也可以成為分開的理由 那所以其實也就是你想跟人家分開 你不用擔心沒有理由 好不好 對 什麼理由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對方也不要問理由 那都不是理由 對 對 好 那麼 那我們還講什麼 好 這個事情是這個一週刊報導的 放音樂啦 對 我們就謝謝 結束了 真實人生有時候比戲劇更戲劇 話說五十年前 北港阿風蜜山狗 我是還沒有去吃過啦 那麼第一代的夜陳梅香 是說阿梅啦阿香啦 阿香啦阿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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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香阿香帶小三十三天 五十年前呢 走的理由是說誰叫你斷掌 之後就不問不問 當初是一個孝心 才一歲多 就娶四個女孩 所以娶五個小孩 然後小孩當時有一點點的 這個小兒麻痺的困難 所以呢 他半夜起來摸那個小孩子的腳 就是 就是說一歲多感染的啦 四處問偏方 每天熱毛巾幫他熱敷 然後才不用穿鐵鞋 可能也是因為他感染的程度 是比較輕的 那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誰想要靠的時候 五十年前 一個女孩 沒有老公再娶四個小孩 還有一個小孩 又修理麻痺 他說他這樣 想要靠 還不能靠出聲 因為四個都在那裡睡 如果靠出聲小孩吵起來 都不用睡了 這樣子的情況他熬過來 就是因為說他斷掌 算是說那個時代的女人 台灣的女婦人 七歲去用養女 做養女 做養女 幫著養父母 在白港的中央市場 賣米産家 米産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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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歲結婚之後 就去馬祖廟賣學完 阿弟弟 去給警察 逛 再加上來養父母 旁邊的單位 結婚了不可以 又不一樣 就不會悠奔 不會味噌 然後 後來呢 他結婚的時候呢 這個 等於說 生完這個小孩 然後呢 結果 老公呢 就走了 他走的理由呢 是因為 那時候這個 小孩麻痺這個小孩 才五歲 戴小三遠走高飛 然後呢 他說 他喜歡上別的女人 還怪我說 誰叫你段長 想到那個絕情的男人 這個阿兄是很感看 可是呢 事隔五十年了 仿佛在說別人的事情 他二十歲結婚嘛 小孩五歲他走嘛 就是差不多說 二十七八歲的時候 那他現在七十六歲 等於是五十年前的事情 那當時我最大的女孩 才讀小學 他就在一個中後師 學手藝 可以說 把中後師的女孩 睡一會兒 可以學手藝 這樣才 學長主義中後師 有教他擦飯 擦飯 對 擦到女孩 擦到就有心了 擦到就有辦法 還有一天說 人家要拿回來台 你把我們女孩躺到大肚子 你來學生了 對不對 說要把台 還叫他 從後門走這樣 太太叫他走 對 其實說 他是這樣跟太太騙了 其實說走的時候 就走 從後面問 帶小三走 去騙騙去 出門就跟那個女孩走 這個阿兄說 我從小時候做雍路 做雍路就要有一個人名 人婚 不然你要怎麼換 為什麼白白 七個姊妹要只要我做雍路 對不對 都是要認分 所以公婆跟孫婆都說管不了 五十年前還有家族的力量 家族沒有人要管 那後來 去倒 對啊 結果跟他說 大伯子跟好心說 你們在台東 聽到說在台東 就要來找 五個孩子要怎麼找 我告訴你 一個阿 一個阿 一個坎 一個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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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五個去台東找他 為什麼要把那個 兩個用舌的 比較大那個用舌的 三個女兒 為什麼要把五個配備都帶來十個 為什麼 看他在檢驗那些孩子 對 那你 你看那 你的孩子五個 這樣 你總是 他變成小孩不簡單 他那個人也大不大 對 看他可以說 不要看就 不要 你說我 你就沒關係 你看看小孩 小孩的粉絲 你是不是不要這樣幫忙 不好 美人 美人 他對北港先要坐車到嘉義 北港坐客運到嘉義 專平快車 沒有平快車就是萬車 高雄 高雄再坐客運到台東 那個時候要多久 四個五個英 還繼續 他帶過他這樣滾滾滾滾滾到台東去了 有請他吃一回飯 那個嫁他回去了 這個女婦 我說台灣的女人 那一代的女人 這個年紀跟我媽媽那個時代差不多 他說死心 帶著一顆死掉的心 再帶著五個小孩 從回北港 從此 大伯也這什麼都要拜託了 都也不要記了 因為不好嘛 對不對 於是他就在養父母旁邊的攤子裡面 賣油飯 賣米粉 還有賣米線糕 勉強糊口 然後就這樣子 每天三點要來煮 要煮 這樣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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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一個小孩這樣請大 一個雞爪請起來 五個小孩 請起來 所以 奇怪 他就說 你會問他的小孩 說那你會想爸爸嗎 他說有 十幾年前結婚的時候 有跟爸爸通知 他兒子啦 兒子有跟爸爸講 因為沒有離婚 生父啊 對啊 那時候就是這樣 他如果沒有離婚 不然他回來辦離婚 就是這樣 就是那邊要用養的 這邊又放著 你養妹嘛 你養 那邊要用養妹 還要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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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妹 50年 50年 他說 爸 我要帶母親 請你來參加 真的有來 因為唯一的兒子嘛 對 來 坐祖桌 我過了坐祖桌 沒到 她是老爸 坐祖桌 他以前的牽手 對啊 他沒有離婚 那種經經不曉得怎樣 對啊 他沒有離婚 沒有離婚 對啊 那就是以前的太太 對這個原配啊 就像現在這個阿鄉 啊結果 他坐的標籤是什麼呢 就說木染 就一口叉叉 你要五十年不敢 幾十年不敢 你為什麼一口叉叉你知道嗎 因為第一道菜不散鼓 第二道菜也不散鼓 沒有啦 人家吃飯就不這樣啦 啊結果就覺得是 在身份 在所有的世俗的 所有的文件上面 這個人是我的父親 可是是一個很陌生的人 啊 基於禮貌就跟他邀請 啊 人家也有來啦 啊結果 要有包紅包嗎 不知道 這沒說 沒說 他也沒叫人去包了啦 對不對 就不跟他餵了 他不是朋友不能包紅包啦 是啦 是啦 再來 沒餵過 幾年前 幾年前 發瓶他全都要死 台東那邊的 他爸爸那邊的 欸 等於他爸爸去那邊 所以他也另外一個家庭了啦 他也來給他統帝啦 統帝後他就說 他就說 你不用再附文寫上我們這家啦 北港這個家的人 啊 再來 阿鳳啦 阿鳳他們兒子這樣說 對啦 他們兒子這樣說 因為幾年來 對 連一堂電話都不必要付出 都不想說 這女生要怎麼餵這五個兒子 就這樣 那是怎麼段長的競爭分開啦 通常喔 以前都有一句話叫做 鄉長的男子做手工 鄉長的女子的酒工房 所以可能他就用這個鄉長 就是段長 很多人會誤解說 段長就是酒工房的意思 就是說 讓你的手工房 就是當作做寡婦的意思 所以說 鄉長來說的時候 就是老公會被他克死 其實這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因為他是酒工房 是因為段長的人 不管男生女生 個性都會很強 很執著 因為執著 以前的男生 因為以前的事業很少 所以執著他就會成功 所以男生會成功 所以他就會做手工 意思是說做大冬 做大 大好招人 像定心集團 意思是真的 你來一個不僅僅 就是很有錢的意思 那女生呢 因為酒工房 就是因為你個性太強 太執著 老公受不了你 所以他就會走 所以說他就不在乎 以前不在乎 他會把你放在家裡 但是他可以跟 譬如說家裡的傭人 或是說誰的誰的誰的什麼人 這樣子在一起 所以說他這就是酒工房 他沒有跟你離婚 但是你就守一個空房 我實在說 這就是北港這檔 這就是剛才說的陳梅翔 對 葉陳梅翔 我說實在 他的那個紅色是不服氣 我想說不服氣 你如果從師後看他養五個子女 他沒有再改嫁 你就知道這是個好女人 對啊 吃苦耐勞 對嗎 以前很多 這個套一句廖老師的話 你端長你還會生五個子 對啊 沒有你知道 你端長你也會去放人家走 對啊 沒有你端長你不要跟著 不要跟著 還有跟著是五個子 那個端長根本就是借口 借口啦 借口 沒有啦 那是可能把我帶一下 才發現端長 不可能 這樣 對 以前是真的這樣 以前來說的時候 要帶媳婦 有時候今天晚上要一起睡覺 以前沒有看過面 對啊 因為我聽我爸爸他們那一代說 他們在做錢錢 還是 客人去做錢